而鼎心集团产品是一再的出包 北市府现在下令市内所有机关学校 全部停售鼎心卫权产品 而且教育局也强调说 停用卫权产品没有期限 不过台北市每个礼拜 让小学生喝一次免费牛奶的政策 其中卫权就负责供应有31所国小的牛奶 约18000多名学生 那现在市府正在协调其他的厂商 来供应这些牛奶的货源 牛奶果汁全部从架上撤下 只要是鼎心卫权产品 校园里一件都不留 喝了这么多年的牛奶竟然有问题 学生吓到再也不敢喝卫权的饮料 会担心啊 因为其他东西都有出问题了 难免会担心其他都有出问题 都喝那么久了 现在再爆出来就觉得 好像把关也有一些问题 会不会担心喝这么多有问题的东西 牛奶下去 会啊 就不想再喝 不敢再买了 北市府下令各机关学校 停售问题产品要抵制到底 而国小一周一次免费牛奶的政策 其中卫权供应31所学校 总计18500多名的学生 饮用卫权牛奶 现在先暂停一周 协调其他厂商补足缺口 所有有关卫权顶心的产品 暂时一律下架 一件都不留 时间呢 无限 一直要到我们的相关单位 澄清一律为止 何时恢复工艺 教育局强调没有时间表 而卫权公司的人员 一早就到各学校 回收牛奶和饮料 我目前规划就是四间学校 待会要去北云里 跟红道国中 平均每间 至少都三四箱以上的 回收数量 除了产品下架 教育局也将派都学 到各区学校 访潮入食情形 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为学生的饮食安全把关 UNTV前子比肖比 太别我道了